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觉效果突出 那尾部的封面新车采用了当下流行的贯穿式尾部登组 尺寸方面却距给3055毫米 动力方面新车未来将维持人1.5T以及2.0T两款发动机 随着该车的发布越来越近 相信未来也将会成为奥德赛G28的进兵对手 今日领克官方正式的发布了旗下领克05加车型的官图 那外观方面新车保持了领克05车型的设计风格 但搭配了更加运动的外观炮件 车头前方的贯穿式镀铬装饰条 以及前唇银色下铺板均变成了雅光色与碳纤维材质 整体搭配更具运动感 那车身侧面新车依旧采用了溜背式的造型 定位轿跑SUV 搭配双色车身让其个性化十足 车外部分新车将会有两种扰流板可选 一种是较为低调的小压位式扰流板 另一种则是较为高调的固定式大尺寸扰流板 那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2.0T涡轮增压四张发动机 传动系统匹配的是爱信发速手自艺变质箱 那停时会搭载四驱系统